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场面不小啊 老江啊 我就说嘛 真金不怕火炼 果不其然哪 真是硬着那句话呢 躺着也中枪 老欣 我不在这段日子 工作上辛苦你了 哪里哪里 我是常务副局长 责务旁贷嘛 同志们 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一起典型的 诬陷国家公共人员案件 这个犯罪嫌疑人海岩 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并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江河同志是清白的 江河同志 自上任以来 东江港的工作 可圈可点之处很多 我希望你们这个港务局的班子 在江河同志的带领下 再接再令 继续推进改制 深化改革 再创辉煌 好 好 请市长放心 我们一定在江局长的带领下 把港务局的工作 推向前进 好 我下面还有个会 大家开始工作吧 谢谢董事长 好 江局长 回来正好 江局也辛苦了 受委屈了 走 走 进去 进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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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边 往那边 老孟 助局 蓝石桥 你们继续啊 好了 不是 我说点 你说这个招啊 没把我气死 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明白 你把他弄得一个小招待所就完了 非得把他安排到崖山宾馆 那么多监控 真是脑子呀 您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跟你讲 怪就怪这天眼系统太烈了 当时要不是我多了个心眼 找当地朋友借的车 停得还挺远 连我呀都这么跑不了 江河也真是命当啊 你说这都整不垮的 助局 我现在 有一个担心呢 你说这海岩在里边 靠靠靠着 你放心吧 我都找人打听了 海岩在里边骨头还是挺硬的 他一口咬死了 说是个人报复行为 江河把他开除的事 港务局是近人皆知 这个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 别造势 我还给他一大笔钱呢 希望 我知道情终 海岸他老婆那边 你也多关照关照 都不容易 助局 我现在还四处找人关照呢 散货码头这个合同 我是咬着牙签下来的 江河这一刀砍得我肉疼 我现在是有口说不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拆烧 咱过来这刀我跟老秦商量商量 在别的地方给你往回找找 夫局 我现在是不指望了 改这之后 他江河是总经理 您二位是副总 今后我想在他手里也讨贴也这样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我跟你讲 我都想好了 不行啊 我就他们改行 改行别忘了带着我 这下来我已经担心了 我已经担心了 不可能 只能 pizza 已经到真儿子了 不可能 烈了 真的 快去 即使 出去啊 啊 进 姜总 我听你叫我这姜总 我还有点不习惯 什么事 什么高兴 又谈下了两家大客户 怎么样 不过呀 还是有遗憾 一是错过了你启元归来 二是错过了集团公司挂牌 跟你这两个大客户相比 这都不消事 要不要喝水 没事 我自己来 你坐 一薇啊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一方面你要为我奔走 一方面 还要照顾没码头的经营 你这又谈了两个大客户 真是劳苦功高啊 你千万别这么说 现在没码头啊 那是种植成成 这也不能算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说心里话 这次这件事啊 挺让我感动的 要是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很能跨过这道坎 江总 你看啊 现在集团公司也成立了 港务局又消民留任 以后咱们开点工作 肯定会越来越顺利的 现在当务之急呢 就是打开这个 崖山煤矿的局面 上次啊 已经谈得有眉目了 谁想到 出了这档子事 这海言 下三滥 太无事了 我已经请廖汉中 来美码头了 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真的 他居然肯亲自来 这廖汉中也不傻 现在身上背着一身烂账 再加上跟那个赵达夫 在窝里斗呢 来我们东江港 也是他的自救之策 赶紧来吧 我这回啊 一定让他好好看看 咱们美码头的变化 是 港口集团也成立了 江河也当上总经理了 那他以后 和你和睦睦 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 是啊 睦睦整天跟我闹呢 叔叔 我最近发觉 睦睦话里话外的 好像应该是意识到 我跟江河的关系了 现在的孩子都造熟了 真是瞒不住 大伯 咱们回国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为了定时集团 二一个就是想 让你和江河复合嘛 我说你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市场和千金 和江河亲亲我我呀 你也太优柔寡断了 叔叔你别说了 我现在 我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好 既然无所谓了咱俩就谈工作 我让你收购一家 基建公司的事 有眉目了没有 我正在落实呢 可是我们集团 从来没有涉足过建筑行业 我们收购一家基建公司 干什么呀 咱们合资的新型梅花公园 一些基础建设 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您的意思是 以后这些工程 都让我们自己的基建公司做 没错 没错 这一方面呢 可以大大的节约成本 二一个呢 咱们在将来搞基建 也打下基础了 有了这一步 我们下面就可以承包 港口码头的相关工程 这就叫扩展业务 原来都不说 就说没码头的基建 我们作为参谋公司 完全有优势 把它拿下 我听说没码头的经历 是因为和江河的性格 卢出一车 你今后和他打交道 有各位的消息 邓光泽 怎么好意思 让江总亲自来接啊 今天啊 就应该让沈亿薇 去崖山去接你 就让你自己跑过来了 你说我们再不出来赢一赢 你心里不得骂我江河白普啊 你小子跟我摆的股还少啊 我听说你们帮一家矿山 返回了一笔巨额售美款 是真是假 确实有这么回事 我那个商务科科长啊 为这讨着债 一个星期收了好几斤肉呢 这肉掉的值 他给你要回来的 那可是你们美码头 在矿山的口碑 江总 你这是强向手下无若兵啊 一位 这廖矿长对你的肯定 说明你这几个月的心血没有白费 那是 那咱们别站在这儿了 廖矿长来一次不容易 你带廖矿长去美码头 好好转一转 请廖矿长指导指导工作 廖矿长 这边请 来 廖矿长 这一片呢 是我们的货物队方区 所有货物汇房这儿 看到那个没有 那个呀 是从德国引进的 是我们江总特意批了 两百多万给我们买的 再看看这边 这边呢是货物队方区 我会加断 隔断 哪一个是哪一个公司的 比如说崖山煤矿 就是崖山煤矿的 特别方便 好 然后我们到前面再看看吧 好 这是我们的撒嘴车 好 这个好 这是黄尘车 这下面都是锡灰的 好好好啊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块呢是我们 长总 长总 美码头的长总 长总 这是美码头的一块 现在我们美码头啊 现在已经是二十四小时 全方便的监控 已经和东江市的 公安厅联网了 所以说也不会存在 像之前有什么 黑帮分子啊 捣乱什么的 我们的花园美码头 也是在积极的 规范当中 会种一些小花小草啊 也会让美码头的 环境更好一些 你觉得怎么样 好 江总 你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的 老总 这喜欢在食堂 请人吃饭的小气劲啊 可是一点都没变啊 刘晓兄啊 你可真不能怪我小气 现在八项规定 严禁大吃大喝 我觉得挺好 我们把省下来的钱 都用于服务客户了 这不挺好吗 我呢 你茶代酒 你不计前嫌出所相助 帮我洗去了冤屈 谢谢你 你这个朋友我认了 你在崖山受了委屈 倒反过来谢我 叫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江总和廖矿长啊 都是有大报复的 冬江子和崖山没矿 京城合作 强强联手 那未来肯定是势不可挡 换了别人说这话 我只当场面话题 但是沈总说这话 我不得不信啊 今天我在码头上 转了一圈 确实是今非昔比 人家沈经理啊 下一步还要打造这个 花园式码头 你再来看看啊 又不一样了 小伙子 誓言干将 廖矿长 未来美码头要进一步的 扩大产能 还真得仰仗您多多支持 来 我也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谢谢 孟总 有日子不见了 今儿约了谁喝酒啊 海涛啊 来 喝这么多的 来来来来 坐一下 陪我喝一杯 走走走 行 走走走 巧啊 有日子不见了啊 来来来 来 沈总说 干一个 孟总 心情不太好 好 别急了 还不是那江河 散货码头 这工程我接下来 一毛钱利润 我都没长着 憋屈 孟总 您这也太夸张了 要我看啊 您是便宜没赚够 一口没咬着肥肉 就喊着要饿死了 我跟你讲 比这更可气的 刘喜牙你知道吗 我追了她那么久 你说 我捧着钱 在四哥舞团 给她留好了位置 让她去 但她偏说搞什么 港口艺术团 还说跟江河在一起 共事开心 她开心什么 你说她开心什么 我今天我说你来陪我吃个饭 她也不来 娘娘 你说哥哥我这是不是 花钱买气势 来 哥哥 不提不开心的事了 干一个 干 沈阳啊 我送廖房长回房间 你有事先去忙吧 好 廖房长那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去崖山拜会 小老弟 拜不拜会就都无所谓 不过 哪天江总要是不用你了 到我们崖山邝去 我给你个副总做做 哪料 你这当我的面挖墙角 这不厚道啊 行了 那我先走了 来 再见 江总 连你的爱将都支走了 是不是该跟我说说 上次去崖山 没说完的话了 走 上楼说 你好 几位 两位 请点单 谢谢 白头啊 你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要饿死 不信你可以问你说 我孟建荣 在商场打拼这么多年 政商界的各社的人 我也见得不少了 但像江额这么重的人 我还是第一回认识 他枉死了压我的家 让我不痛快 他吐个少 你说他吐个啥 每个人做事呢 有工心也有私心 要我说啊 在他身上就是工心多了些 我还就不信了 这个世上 真有什么大公公司的人 这小子就是运气好 我这次没扔倒他 你整他了 难道前几天那件丑闻是 他就是个萨门星 咱们今天高兴不提他 不提他了行吗 来来 喝酒喝酒 来 海涛 遇见来了 刚好在这儿碰巧遇见了孟总 我看时间还早就跟他聊了两句 海涛 你也得是丁总啊 孟总自己吃饭呀 方便的话 一起吧 那求之不得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姐 走 老哥 你是聪明人啊 我就直说了 因为后面呢 要跟牙山煤矿合作了 所以我就做了点功课 我发现啊 这个在陈船事故之前 这牙山煤矿每年的销售量 是逐年递增 可这利润 逐年递减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披露啊 江总 不瞒你说 有几笔售美款 暂时没有追回来 挂在了应收的项目上 账面上是难看了一些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的企业 有几个没有债权债务的 别人欠你的债 就是你这个企业的利润 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明人不说暗话啊 这几笔欠款 应该都跟扫夫人有关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扫夫人是牙山煤矿的总会计师 这商议的售美款下落不明 你说你拖得了干系吗 你江总叫我来 难道是要查我牙山煤矿的账 扣我个贪污腐败的帽子 老哥 你别激动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觉得你贪污腐败 我早给你高纪委去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是被蒙蔽了 你真这么看 是的 抬头啊 你跟丁总之间有声音来往吗 孟总 我的船队几近几两啊 哪能入得了威姐的发言 我们只是对文丸古董比较感兴趣 有空的时候啊 一起坐下来聊聊 好 丁总还做这方面投资 投资是其次 主要是看自己喜欢吧 孟总有所不知啊 丁氏集团的古董珠宝业 一直是由威姐负责的 而且啊 威姐的品位在圈内 也是有口皆碑的哦 海涛 我听说 藏狱的九眼天珠 在国内炒得很火 是不是 是 炒得极热 而且一条九眼天珠手串 也要八位数了呢 八位数 是 什么是九眼天珠 孟总啊 九眼天珠呢 是藏玉非常神秘的宝石 就连古玉跟它比起来 也苍白得像一张纸 而且九眼天珠极为稀少 根本没有矿藏 这么说吧 想要得到九眼天珠 堪比大海捞针哪 好 海涛啊 我叔叔今年是七十大寿 诸寿的时候呢 我想送老爷子一份大礼 送他一串九眼天珠的手串 碰巧 我听说下个星期在滨海市 有一场顶级的珠宝拍卖会 拍卖明目里面 就有一串九眼天珠手串 你能不能替我跑一趟 姐 您不自己去啊 我也想自己去啊 可是 我下个星期要去趟纽约 代表公司参加一次 顶级的珠宝拍卖会 年前就定好了 所以我想来想去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了 行 姐 我替你跑一趟 这样 您给我个权限吧 我的预算是 一个亿 一个亿之内 你随意支配 超过一个亿我就不要了 我预计 八千万应该能拿下 好 我知道了 姐 来 孟总 干杯 好好好 来来 看看啊 老阔 老阔 我觉得这件事啊 就凭方秋平一个人 很难操作 恐怕你要抓一抓 内部管理了 翻身还要多留个心眼 这事 我心里有数了 那就好 我约您来东江港啊 就说这事 江总 你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隐瞒了 这几笔收媒款 确实跟秋平有关 数啊都很大 我怀疑她 另有别的账号 可她人都没了 我就连查都没地方查呀 就算查到了 这笔钱是不是都转走了 也不好说呀 这可是要我老廖的命了 虽然我警服脱了 但是这帮你了解了解情况 找找线索 这还是没问题的 江总 如果你真能帮我追回这笔收媒款 还我一个清白 那就等同一救了我廖汉中的命吧 老廖 我问你 这凤秋平以前做过古董生意吗 那倒没有 那他是结识过 习惯古董文物的朋友 我印象里 他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朋友 没有吗 你再好好想想 那翡翠手势算不算是古董啊 这不太懂 可能得看年代了 他倒是有几块翡翠手势 不过 那天他出事的时候 好像是戴在身上的 家里现在是没有了 可这几块翡翠 是别人帮他逃来的 是谁 能找到这个人吗 这个人好找 就是秦池的侄子 秦海涛 秦海涛 你认识他 我知道这个人 但是没见过 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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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道什么事 我也只是听邱萍提过一两次 好像他们为了一块什么 翡翠去过云南 可邱萍平时就爱买那些女人 用的首饰包包之类的 我就这么一听 也没把他放在心里 行 老刘 我知道了 我回去把这些事好好捋一捋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前几天啊 这个EV呢 这个严靖的电厂呢 走了一圈 也顺便呢 当了一下你们牙筛煤矿的 供销科科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让这些电厂 放弃用进口煤 都用你们牙筛煤矿的煤 你的利润 会提高多少 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了 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和东江发电厂合作 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不过这事我也知道 难度很大 烧我们牙筛的煤 电厂要花大价钱改造设备 两下抵消 那些烧惯了进口煤的发电厂 兴趣就不大 不对吧 老刘 据我了解啊 你们三号警出的煤 质量不比进口煤差 发电厂不用任何设备改造 直接就能用 你说什么 我看啊 你又是被人蒙蔽了吧 我明白了 让你看笑好了 过去的时候就过去了 咱们往前看 现在呢 沿江这几个电厂呢 跟我们关系都不错 你想一下啊 如果他们真的放弃使用进口煤 用崖山煤矿的煤 那价钱呢 你也满意 那你看 江总 我是个挖煤的出身 客套话呢 我就不说了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能为朋友 两肋插刀的人 可我老廖也绝不含糊 我给你打一个保票 只要价格公道 沿江发电厂要多少煤 我崖山煤矿就供多少煤 那我也给你打一个保票 我们东江港 保证按支按量 把你们崖山煤矿的煤 运到电厂 有你江总操盘 我放心哪 那行了 我明天早上还要去趟省里 到省里 我答应您了 帮你追回那个收煤款 我不能誓言啊 行了 四点休息吧 好嘞 没睡吧 睡了还怎么接你电话呀 我有件事要跟你打听一下 关于你那个同学秦海涛的 秦海涛 秦海涛 他怎么了 你说 我想问一下啊 那个秦海涛 对古董在不在行啊 有没有跟你聊过 关于这方面的事 还真没有啊 到底怎么了 ,没事 明天见面再说吧 电话里不方便说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大蛮打电话 大蛮打电话 就问这事 还有,专程跟你说句晚安 嗯,早点睡 这还差不多 晚安 我已经说了 好,好,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他就想讲话 带我去 你怎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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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 那个杨纸掉坠 你送给卢谦了吗 送了 姐你都不知道 她收到礼物的时候 我多高兴 这事我还得好好 谢谢你啊 卫姐 真的 太好了 这就送对了 那你跟卢谦现在 进展怎么样 挺好 姐 我是真挺喜欢卢谦 所以我一定会 一追当地的 加油啊 对了 姐 嗯 你刚刚在饭桌上提 九眼天珠 故意说明孟建荣听的 对 那她是哪得罪人了 这个你不用打的 孟建荣这个人 做生意黑的份 在东江市都是出名的 你跟她离远点啊 小心被她拉下水 姐姐放心 我跑船探稿基建 我老根本搭不上 那就好 九眼天珠的事 要是孟建荣不主动问你 你别去问她啊 行 我知道 嗯 喂 王秘书 我想见一下省长 我有重要的事情 跟她回报 好 谢谢 姜总 你怎么来了 给你买个早餐 还热乎的 快吃吧 还是有女朋友好啊 那是 你昨晚给我打电话 问秦艾涛的事 怎么回事啊 缩起来复杂 那以后慢慢跟你说 搞个这么神秘 我同学不会做进犯科了吧 这话说起来啊 就长了 如果她真要做个 古董生意的话 那就证明我的怀疑 被证实了 这事谁别跟别人说 一定要收获入书 知道了 我傻呀 多吃点啊 去见 喂 秦总 您找我啊 建树 来 坐 这散货码头的工程进来都怎么样了 还顺利呢 顺利 我轻轻夜夜看着呢 能不顺利 建树啊 这公司刚刚改制 江总在各方面抓得比较紧 非常时期 您可要好好配合啊 配合 我敢不配合吗 要是那江总抓住了什么小辫子 我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 牙山新星美化工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 你知道吗 那样是不是就有一大批 基金工程要上马呀 来 新局 您有门路 我已经帮你打听过来 赵大夫说 欢迎你去竞标 而且我也听说了 很多有实力的建筑公司 都去参加竞标了 而且啊 一旦签订合同 工程队这个施工馆 就可以先行垫付 你最近手头不宽裕吧 我怕你争不过人家 别别别 我可以想办法呀 这个项目是个大机会 我必须挤进去 好 等你把现金留我解决了 我再帮你说一说 我坚决啊 您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您放心 您对我的关照 我莫尺难忘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好好干 你的前景还是挺不错的 我都听您的 喂 海涛 天天 这两天空吗 怎么了 周六不是你生日吗 我想这生日当天呢 我肯定是排不上号了 提前请你吃个饭 就当帮你庆祝下生日了 你这话说我怎么接呀 你也别为难 我就是想提前帮你庆祝个生日 没别的意思 对了 我给你拿那药膏 药效怎么样 药用的 谢谢你啊 真的 对了 我刚好还多买了两瓶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在哪儿 我给你送了 你现在有空吗 我这儿你在江北呢 要不然我去取吧 有空有空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在家等着你 行 好嘞 我要去取吧 我看着你 谢谢啊 你马上大学毕业了 上次跟你说去师哥我都还在事了 就别再拒绝了 你别啰嗦了啊 我说不去就不去 那么死脑精了 那江河又没有精力 跟资金陪你搞什么 港口艺术团 就算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去你说的那个什么 市政歌舞团的 我得去为自己喜欢的地儿待着 你这可就任性了 那江河都不搭理你 你还非往上凑 再说了 这是去市歌舞团当小提琴独走演员 咱们就不找你喜欢了 我就是不喜欢你用钱砸来的 不行吗 江河不给你砸钱 我给你砸钱 你偏偏不领情 这什么道理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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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钱 钱能买来一切吗 孟建荣 我告诉你啊 千金难买 我愿意 能明白吗 夕阳 我 花花 是我俗气 不该跟你谈钱 那咱们谈谈别的 下周陪我去趟滨海市吧 去干吗 那边有个拍卖会 看去见见市民吧 自安心 不去 不感兴趣 请 来 来吧 你会来吗 你会来吗 你觉得呢 说到对吗 我说你会来说 我觉得你会说得对 是啊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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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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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误解 以后别跟我说 你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不信 我现在还真要仰仗 你们没码头 我要不是指望 你们没码头过日子 我能把崖山框 那么机密的事 投给你吗 对了 我听说老廖 去过码头了 他们谈得怎么样了 听江河说 已经恢复邦交了 是吗 是不是得进我一宫啊 忘不了你啊 对了 午饭我已经快准备好了 我可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一会儿品尝品尝 没事看看我的收藏 展展知识 别乱碰啊 碰碰药你可以 知道了 如果他真要做过 谷董商业的话 那就证明我们怀疑 被证实了 怎么了 程副厂长 你小子 连我无休的事件 都不放过 事关重大 我想还是当面跟您说 坐吧 怎么着 有什么重要情况 是关于八三一真传案 失踪人员方秋萍的 重要线索 方秋萍 就是雅山矿 廖汉中的爱人 是的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 这个方秋萍 是诈死 诈死 是 杨树 如果这些情况疏失 那这帮人 简直是丧心净狂 我怀疑这起趁船案啊 背后还另有隐情 如果这个方秋萍 真的是诈死 那他的背后 一定会有更可怕的势力 有种心一转 有种情绪在蔓延 有种天地宽 有种无声誓言 难得殊途 荆棘开路 日夜渐程 冲得贪图 有种信念 有种结果叫永远 有种责任 有种力量叫承担 汇聚江河 心之水云间 笑看风雨 回望来世路 任时光都转转 身却美丽了岁月 任无唤醒意 却移不了我的誓言 披心待悦 成容了岁月 几度春秋 江河换新年 让满墙热血的努力 得到真心鼓励 让热血沸腾的生命 换回一个奇迹 爱与天风 不该出众 沧海横流 才是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